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超越了上一次资 进入到了19万开头的一个资 进入到19万开头的一个资 你看我不太会拉到这个地方向给大家看 也作为现场同学 因为今天好多现场我拉到这个地方向给大家看 因为我不太想要你们每天看到这个超过边这个什么样的 会关注到其他的方向 所以我们如果再次去给这个月去做这样的截图的话 那他的账户的净值将会由上个月18万9800变成了19万开头 虽然增幅和之前的增幅相比有所下降 其实当时仍然保持了这个当月的一个经营 不是每单都一年 而是成绩的运作 那在三个月左右之前 这个账户已经快增加了一倍了 已经快增加了一倍了 我觉得在这些时候 你们的账户也要做到这样 你们的账户也要做到这样 就是没有增加一倍 至少有一个30%或者40%的增长 才算是这个课程所有所寻到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讲解的过程中来看一下 继续看其他反转型 看一下我们讲过了三川形态 三乌鸦的强反转 再给一个其他反转形态 圆形顶和圆形顶 好多这个行情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说投资生去识别的 不是说他不认识这种形态 或者说不是说他没有听过这种形态 而是说当这些形态出现之后 当这些形态走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些形态 这是第二点 那对于有些投资生 他们还没有识别到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去看看 什么叫做圆形顶 形成一个有弧度的一个顶部区域 当我们开始进行圆形顶的分析的时候 K线已经不止一根了 在最初的时候K线是很少的 单根的一根两根的K线 现在的K线变成了若干根K线 颜色交织存在 那颜色交织存在 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它是一个大型的K线 在这些交织存在的K线当中 它有些什么特点 这些K线招之存在 那这些K线全部都是碎小线系 在此之中不能够出现一些大型的K线 我们在之前讲蜡烛的技术时候 如果什么是大型K线 大阳线大阴线 长的这种卡线掉线都是大型的K线 在这里面不允许出现 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线系 都不会在这里出现 那么实体位置呢 相对来说这个图形的反转力度 我觉得这是反转力度的 是比较强的 它在交易当中是一个强反转 就是如果图形当中出现这个结构的话 它反转的可能性 以及它的力度往往是非常强 它这个图形表示什么 行情在运行的时候 由原来的向上调整 转变成为向下 并且出现脱离 特别是在顶端 就是行情运行到高位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在它画图的时候 在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在这边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行情运行到高位出现的 向下跳空的缺口 是交易当中始终要密切注意的 这种缺口的交易能力很强 我们学习缺口 就是如果图形缺口的话 有这样几类型的缺口 不是说所有的跳空都会补空 你首先要注意 如果这个跳空缺口发生在行情的顶部 它往下跳空的话 有时候会补空 有时候不会补空 它会一跃而下 就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行情的经常会在行情当中 直接就会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一个做空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那增强因素就是 当它脱离原型顶部的时候 原型底的时候 必须要快速 就是如果它这个行情 是缓慢的在这里运行 缓慢的去脱离的话 往往是脱离不了 要快速的脱离 如果快速脱离这个动作 把握住了 就把握住 它有可能有个回调 如果没有回调呢 行情运行的第一波交易机会 你就没有做到了 你就没有做到 但是虽然没有做到第一波 可是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认的下跌趋势的开始 你注意这是原型底 如果进行想象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在它之前 是一个上涨环境 通过这个顶部形态 会形成一种反转的状况 增强因素是出现跳空窗口 会成为市场顶部的 然后再看一个 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 除了反转形态之外 还有中继形态 这些中继形态表示 市场当中的修正 停顿 喘息 那这些修正形态 包括以下几重 包括以下几重 窗口 窗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窗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行情 还有上升三法 下降三法 我在今天的时候 我先不去带大家去看 什么是上升三法 什么是下降三法 那之后的时候 在明天的时候 我带领大家去来看 什么是上升三法 什么是下降三法 先把刚才的这一页就是原型顶 我们看看在行情当中 是否能够找到这样的原型顶 来看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原型顶 我们把这个行情切到实际的交易当中来 那在今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现在行情持仓带涨 一些需要布局的一些单 其实在最近的时候 就已经布局完毕了 那没有 没有在今天的时候 没有在新有入场单 进入到市场 在昨天的时候 就是周五的时候 我们做了几个单 都不是太理想 那做的单来有美瑞的单 美瑞的底部的多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易 美瑞的底部的 美瑞的底部单 入场的位置 我个人入场的位置 入场的比较高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说 美瑞在这个时候 逢低买入 在这一段时间是必须要建立底单的 我在上次说 如果有这种交易机会 能够拉回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美瑞要建立它的底单 我把这个美瑞 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 稍有亏损 大约两手交易的 有大概338的亏损 日内交易 实际上日内交易 我们前两天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 美瑞的日内交易的提醒了 它的来源 底部区域的双K反转 很明确 周线图上的双K反转 这是美瑞在周线级别上 这是周线图 如果看的话 美瑞在这里 周线图形成盘整区间 目前是底部 底部形成周线图上 非常巨大的大型阳线的反转格局 我觉得这个信号 我要把它执行到 这个要执行到 那如果说 投资人说 我是不是能找到更好的交易点呢 我能够找到更好的交易点 我觉得也有可能 这些交易点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阳线的内部情况 假设有些投资人说 像老师 如果我用我们 我们比如说 有些投资人说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讲过 M模板 我们再次先点 和大家再次去探讨一下 M模板 那一级班的同学 你不明白M模板的话 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讲 建隆在填的时候 那个交易系统的 那个交易的思路 和那个理念 进行一个配比 我们把它变成 变成M模板 把M模板变到小诗图上了 寻找这个图形上的 这种美瑞当中的交易机会 你发觉美瑞这个图形 从上周的末尾开始 已经呈现出一个均线 长均线在下 短均线在上的一个 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 叫做金叉是不是 均线由下穿越 向上穿越这个长均线 形成金叉 就表示行情已经变盘了 变盘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寻找梳轴线和第一 我们对象的买点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这个狭小的区间当中 只是这个图形在这里的时候 特别狭小 所以有时候会看上去 像是走在它的外边一样 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M模板当中的变形形态 那这是我们在周四周五的时候 如果交易的话 这些位置就是多单买入的位置 那如果说到了今天 就是如果到现在 如果我们日内交易 想买入的话该如何去买入呢 大约的区域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在大约的区域 在这样的区域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日内交易行情 发展到0.9650左右的位置 或者有可能低一些到 如果低一些 如果到这个位置的话 是0.9642的位置 就是到这些位置上 美瑞将会重新出现 日内交易的交易机会 甚至更低也是 美瑞多单的交易机会 那有投资 在中间就问到说 天文老师你认为 最近美元走得比较弱 为啥还要去做美瑞呢 为啥还要做美瑞呢 因为更好的货币 我们已经做了 什么是更好的货币 谁是这些货币当中 走得强的货币呢 我们就是跟一直跟着 有说欧元的 有说什么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里面 这些都是强的 因为美元弱嘛 显得它都是强 我个人持仓当中 纽币是持的 多单是持的最多的 所以在中间的纽瑞 纽瑞的实际上 已经是有了纽瑞的多单了 已经有了纽币对瑞士法郎多单 那纽瑞的多单 实际上也是我们持仓了很久的一个 纽瑞的多单是我们持仓很久的一个单 6月26号开始到现在 一个月了 中间也是经历过特别多的波折 看一下6月26号在哪里 6月26号大约在这个位置上 几乎是一入场 行情就没给考虑 喷一下就回到一个亏损的位置上 那最终这个行情还是破位向上 走出了一个好行情 那现在纽瑞的这个行情 就是在6月25号到现在 浮动盈利193点 浮动盈利193点 所以这个货币是 它本身它的交易质量 无论在套息层面 还是在交易的买强 风热层面 它都比美瑞都要强一些 但是如果执行交易一致性的话 美瑞还是 美瑞也是可以做的 做纽瑞是更好的 美瑞也是可以做的 那中间形成的这些时间的等待 会形成大约到目前为止 形成了300RB的一个靠息交易 越长越有效果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瑞的图形 美瑞现在亏损的越减越少 可能在今天的时候 因为这个位置上 这是日线图的一个破位点 如果行情在这里盘整破位的话 要比从遥远地方去过到这个地方的破位 可能性要大得多 你们学过中国的这些成语 叫做强乳之末不能够穿乳 搞啥意思 这个强嘛 强 但是它就过不了这个关 所以从遥远地方来过到这个关卡上的这些行情 往往就不能够形成破位行情 但是如果在这边盘整一段时间再破 就真的是大行情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 没有做到前一个美瑞多单的这些投资人 日内交易的时候逢低买入是可以的 破位在这个地方上做单也是可以 这仍然是每月的 那当然如果做破位的话 这个执行的位置呢要稍差一些 那没关系 长线交易差一些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多的关系 那如果值得更精确的这些投资人呢 你可以在 比如说我在日内 我寻找到 寻找到回调逢低买入的低点也可以 那就是做的更加精细一些的交易 所以我觉得美瑞这张单 还是可以继续去持有 还是可以继续去持有它的 那美加呢是在 美加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说 超底需谨慎 因为美加的交易 重回1.25技术面看多单 基本面不太支持 我们美加呢目前 浮动挥手 美加浮动挥手 在这个图形上 我们会看到 美加在日内交易的时候 和长线交易 因为我们在今天说的时候 美加如果做日内交易 如果做日内交易 它到底交易的方向是什么呢 向下对不对 但是交易方向应该是做空 为什么会做多呢 其实就是在交易当中 也有时候也有会有它的灵活性 就是当它不断的在做空 做空获利的时候 你的最后一单总是以亏损出场 你在做趋势交易的时候 趋势会反转 不断在高位空 高位空的时候 最后一单总会反转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 就是就以当时我看到的那个时间点上 我看到的是 美瑞 就是美元对加币价格破位了 所以我就做多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反转行情开始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入场 入场做了多单 那目前呢 它有浮动的浮动的亏损 那它的路上点是 这个四七的位置 大约几十点的这个浮动亏损 那另外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没有使用我们平常的交易仓位 就是平常会二二二这样下 使用了一手 其实也是表达了对这个环境的确定性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下边还有 还有更遥远地方 美瑞的空单存在 那这种空单存在 就是说 我当时在高位上去做空 美元对加币 我目前情况下 如果这个行情 美加再上来 再去到达我的入场位 再去上转 美加可真的就反转 所以你有可能说 有可能会形成在今天的这些位置上 会形成一些猜测的底部 猜测的底部区 这些底部区 它的止损位置几乎一致 你如果今天入的话 止损位置就是它 这是一个逆势交易 不好 它不好 但是没有可能获利的 获利的机会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 再去追加仓位 那如果追加的话 就也用一手 然后在底部 底部再去设好这个止损的位置 止损位置不太远 止损的位置就目前来说 走的距离不太远 大概三五十点或者七十点的止损 就能够完成这个交易 注意如果做这单 如果去交易的话 要做一个长线的布局 就像是我们上边的 这个位置是 它到这两天的时候 也达到了一千点 这是在今年里面 单比交易第二次达到一千点 这是第二次达到 而且还是在直盘货币当中 而且还是在直盘货币当中达到 是很不容易 我们在爆纽当中去达到相对来说容易 因为它拨的大 直盘货币当中其实是不太容易 到现在一千零二十九块 天零二十九块 这是今天行情不算特别多 没有什么特别多 古生问他说澳币怎么样 澳币的图形 与现在持有的与澳币相关的单 来看一下与澳币相关的单 与澳币相关的单 有澳日 有澳日 有澳币对美元的交易 有澳币对美元的交易 重计了有大约三手的澳币方向的多单 就是澳日的多单 今天澳日我觉得其实也还是一个好点 就单就位置而言 今天澳日再次回到8817左右的位置的时候 澳日也是交易的好点 这个交易是多单的交易方向 这个交易是多单 我们在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看图 我去找到这个交易系统在四小时图上 不用去不找M模板 在四小时图上去看这个图 这是Z模板当中的 Z模板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这个行情走到盘整区间的下半步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一些交易的好的机会 什么意思 整体的行情是往上走的 现在又回到了盘整区间的下步 相对来说它的止损特别小 而可能的盈利硬件是特别大的 如果你要是在自己 还有一个6月5号的多单的话 那它的交易效果更加 就是我铁定不会再亏了 就是在澳日这个单上 因为已经跑出了6000多点 6000多块的一个盈利了 就那澳币本身 这是澳币本身 这个图稍有些复杂 我把它变得冷在 我们换一个相对简洁一些的形态 这个图是比较复杂的 相对简洁一些形态 那工艺本身在走的这个结构的时候 上涨回调 在上一周的时候 走出这种大型上涨的线形 单纯就技术面上而言 我觉得澳币的这种涨势 仍然还是存在 仍然还是存在 那就看是我们如何去切到 一个澳币的多单当中 在上一周的时候 做了澳币的高位的多单 所以形成了澳币目前那些浮动的亏损 大约1500左右的浮动亏损 那假设止损位置不变的话 气球下方的这个止损位置 就是就在这儿去做这个止损动作 Z模板当中 如果我们把它变到 Z模板当中看30分钟图的话 我们发觉澳币目前所走的这个结构 正好是我们在这个云图当中 就是减板的云图当中 形成了一个支撑的位置 但是澳币已经走非常远的一段路程 就在之前每次价格回到云 往上走回到云 往上走都是非常顺利 但是目前结构上来说 澳币由于它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的话 还是会认为多澳币 还是一个主要的交易方向 也是顺势的交易方向 基本面上的影响因素 也是与它相匹配的 基本面上美元比较弱 非美的这些货币 特别是商品货币走的比较强 这是最近一个 一个行情走的一个 整体的运行的趋势 不排除在 我觉得在今天澳币和纽币之间 包括纽币逐渐运行到低点之后 排除在日内之后去 去切入到这些交易单当中去做一个 比如说如果我们纽币去看到小师徒当中 看到小师徒当中去加载上 我们的今天的给大家去谈及的 M模板的话 实际上它是进入到了这个区域当中 纽币在今天是有交易机会 纽币在今天是有交易机会 那这个交易机会如果我们去 用这个线形去度量它的话 我们会发觉目前所处的区域 回调到618回调到这个位置上 假设纽币在目前状况走出 某种小级别的反转形态的话 我们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去 入场纽币 纽币其实是很好的 很好的交易的币种 很好的交易的币种 看一看它在什么位置上出现停顿 那当然有些投资人说 在这个时候15分钟图 还是往下坠落的时候 是不是合适入场 有些偏积极 昨天的上涨 经过一个波幅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 回到目前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区域啊 就是 你就很多投资人说 周一的时候 这个输轴线太过密集 实际上周一的时候 应该标注的输轴线 应该是周六的输轴线 去对应到今天 那纽币在 在这个区域当中 最低 见到 见到的区域 大约是0.74 7几的位置 所以它逐渐朝这个下方运行 我觉得可能会 产生一些多的机会 但是它现在 走的有点稍有些强 烘头走势稍有些强 稍微等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15分钟图上的反转机会 然后接近到纽币的多单当中去 慢慢的来看一下 其他同学也可以 其他同学如果发现 它如果走反转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 去做多这个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5.75 6.75 大约6.75的扭币的多单 当然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这是扭币的日线图 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盈利会有减少 但是也没关系 止损的位置放在了大约81左右的时候 就是即便止损 仍然有着比较多的盈利 这是纽日 纽币的话 也走了也蛮远的路程 看看今天怎么走 总之我觉得纽币这个单的多头行情 并没有了解 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 还是会继续使用力的 纽币的多头的仓位 那这种震荡整理的格局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震荡整理格局 大兴阳线上涨回调 再上涨再回调 走出的这个结构 它走出 我们在交易当中有一种结构 一种叫做N型结构 一种叫做Z型结构 好 N型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在交易当中的N型结构是上涨回调 这是N型结构 那Z型结构是什么 Z型结构是两个回调边 两个回调边 它的中间这个走得比较 中间这个走得比较 比较长 两个回调边 那N和Z最主要的区别在是 N是 N在中间的时候 它会形成破位 Z的破位不太高 Z的回调特别深 它中间的一个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所以纽币 纽币在今天的这个图形上边的时候 回调到一些低点 下面的低点的位置在1.16 再往下走20点 就是最近一段回调的低点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大概50多点 就是上一周行情 基本上大型阳线的最底端 牛逼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回调 特别深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 当它回调到这个前期低点的时候 在7460 就再往下走20多点的时候 几乎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就 从低就买入 行情动得不太快 行情动得不太快 也是一个好处 那所以在今天交易的时候 一种就是在0.17 这个位置就挂单去买入牛逼 二就是执行我们交易系统 在这个交易系统当中 如果出现这种反转行情就做到 现在你来看 就是均线均线在去落实的时候 在小视图上 在这个图形当中 已经闪现出了一些交易 机会的可能性 因为它已经落在了一个标准的区间当中 这是标准的区间当中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扭币的图形 要不然黄金不多 黄金的多单 我们来看一下 黄金的日内交易 其实也是可以 黄金在 也是在 在一个持仓当中 其实使得本月交易行情最终反败为胜的 我觉得黄金 红不可没 就是黄金在周五晚间形成了像这样的一个挺身行情 这个挺身跑了100多点 这个跑了就是回调到现在 有70多点 那四手的黄金就是2000多块 使得本身在上一周有大约三四千亏损的时候 现在反败为胜 这是黄金功不可没 那这样的行情 其实我觉得它蛮明显的 就是黄金的这个结构上涨回调 墙上涨回调 墙上涨回调 结构非常清楚的一个 结构非常清楚的一个行情 所以黄金回调到位之后 我不会因为说已经有了这些单 或者说不去做这些日内交易 黄金距离它的上方的顶点还有一段路 大约还有300点行情可以运行 那顶端的位置在哪 大约是在1300的位置 1300的位置 那就是随着行情继续的上涨 陆续走到1280左右 这些行情再往上再走 一两百点的时候 我开始就会陆续的减仓黄金的多单 现在黄金多单 本身黄金的多单在布局过程中 应该去做几手呢 应该会做三把 但是这次呢只做了两把 那只做两把 那只有在121级的位置上 和124级的位置上去做 其实第一单的这个交易的位置 和海青老师这个位置 我们俩没有就这个单进行过交流 我们两个没有对这个单进行过交流 所以这单其实是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我想海青老师做得更好 海青老师的入场位置是 1211的位置 12110的位置 12110的位置 那我做的这个位置呢 做在了1219的位置 当然中间我们在入场的时候 当时给过大家去谈及过这个图形 做这个图形2分之1的那个位置上 我们有同学做到过1206的这个单 可是我们没有 就是当时给的太深了 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这个单 然后做到了这个图形的破位的这个位置上 一个多单 做上去了这个多单 我觉得黄金目前的状况 经过一段回调之后 还会继续去走一个多头走势的 多头走势的行情 回调多少呢 回调的行情 假设以上一次回调多少 他也是回调多少 假如说我们再回调160点 回到的位置 大概是1255左右 可能会再回归100点的时候 所以这些时候 投资人怎么去处理这个行情 就会显示出他对行情的理解 就我而言 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动这个单 不太会动这个单 那当然有些东西说 我看到日内行程反转格局了 大型阳线上边像的气阴形态 这个小线形是周六形成的 所以不太做数 它是周六多出的一天 那大型阳线回到二分之一 我还会做多 这些位置 我感觉可能126几 或者说逼近一些低点1257 就是这些位置 如果回来可能还会再补一单 可能还会再补一单 当然这个位置的补单 和我们在之前的补单的 盈会比就差好多 就是在下边的盈会比要更好 所以更加倾向于说 相对偏中短线的黄金 我答应来也行 目前黄金好像也没有出现一些特别的交易的 一些没有特别的交易的机会 黄金累计现在有四手的单 纽币我们刚才看直盘的时候 直盘当中我们说有六点几手 实际上陆续的纽币 在各种货币队当中 有九手的多单 刚才没有统计到的 就是磅扭的这些单就没有被统计到 因为它放在后面 澳币还有五手的多单等等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云图 我们在Z模板当中的30分钟图上 会有有均线构成的云图 然后在日线图上会有真正的 日本拉脚图技术 叫做一期木铺的云图 一目均衡云 特别好的一个技术指标 有兴趣大家可以查一下 一目均衡云 很好 这是它 然后再看一下 面对日币 每日目前我们持有这一部分的 持有这一部分的空单 只是每日的这个空单 我不太觉得它特别特别的理想 我的意思 我讲的时候不太觉得它特别的理想 是说 在这一部分上走一些终结 所以我们在陆续的时候 每日的这个单已经降成了一手了 当然我们在初次入场的时候 都是两手两手 我现在变成一手了 截止到今天的时候 我想 一呢是现在就去减仓一些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减仓动作 发现在欧洲盘时代 就现在就减仓一些 二呢如果有些东西有耐心的话 把它减仓在 110.50的下方 如果能够减仓在 110.30的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觉得会 就是就更加理想一些 它就再往下 跑这么20点 那为了我们就是现在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现在就先减一些 每日的单 我觉得这个图形 因为它在上一期的时候 你看下跌回调 下跌回调 单纯就如果按照我们的一些交易系统而言 这个图形已经跑了 就是在这次单当中已经跑了有多少了 已经130点 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去做一做一做 我们去擦 减掉它的一半 去减掉它的一半 减掉一半的 减掉一半的刚才剩下的800 所以就品仓去盈利的 锁定了800的 每日 逐渐进入到100这个关卡 110这个关卡价位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波动 110对于每日这个货币队来说 110对于每日这个货币队来说 是远超于寻常意义上的千点关卡 110对于每日来说是远超于寻常意义上的千点关卡 因为110 120 或者100都是千点关卡 100是万点关卡 为什么说每日的110是个远超寻常价位的千点关卡 把每日如果变成单纯的K线图 我再接着跟大家去谈及过这个话题 110的这个价位 110的这个价位在周线图上 或者说在这个图形上 它是包含着一次特别巨大的行情在里边的 应该是在之前不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110 这是110 我说的大型的阳线不是指它 而是在2014年的时候的它 这根K线 它是日本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 QKE加强版的时候 当时行情出现了巨大的上坡行情 所以这个位置形成的支撑和阻力的作用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一个支撑阻力的作用 这是日本央行 所以如果说日本央行做决议的话 通常会在星期五做决议 时间点也很奇怪 它不像欧洲央行那些准确的行情 它的决议的时间经常会多变 会突然发生一些意外的行情 当天下午就是这样的意外行情 那我们在目前状况下 如果走出 每日如果走出像前几周这样的点次行情的话 我觉得110将会形成新的围绕每日的一些多单的交易机会 你当然还可以说美元在走弱 每日不太好 那就再想想看哪个做得好 你想当然是纽日更好 但纽日你已经有了单了 那就可以再去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来说 你的那些好单其实已经就进了场了 你的好单就已经进场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中长线的单上面 我觉得纸仓代涨就是一些不错的一些思路 另外美元对日币今天在本周的时候 也有非常多的风险 不排除风险事件会点出一些极限 极限位置 然后形成一些好的交易机会 那晚间的美元老师特别喜欢做这种单 他特别喜欢做这种单 点下去做这个点次的这个行情 我不太喜欢做这样的这种单 他特别喜欢做这种单 所以如果在最近几天出现在109这些下方的位置 出现这些极限的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给你就先把握一把 比如说109的低位 与前期的低点大概八九十点的位置的时候 在这些位置上是可以去捕捉一下这儿的机会 当然如果这个线形走出来 走出这个K线的时候 让它的交易效果会更好 行情会再次给你这个低位买入 买入没日的交易 这个机会 看小师图上的结构 小师图上如果就混沌来说 相对来说走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走一个空头走势的行情 八小师图也是比较稳定的 八小师图如果今天用这个 用这个飞龙在天的这个图形的话 正好点到高点形成下坡 下跌拉回下跌 回到高点下坡 回到高点下坡 在负二区 强化万中心中间在负一区负二区 形成的这些卖空的机会 都是非常好的这些交易的机会 所以今天日内交易 每日当然还是可以空 但是中长线交易 每日逐渐走到了一个平仓的 平仓的点位上 这是每日 来看一下交叉盘当中的一些货币 对 目前持有的一些交叉盘 我们来看一下亏损比较大的 澳币 加币对 这是 来看一下亏损比较大的 就是 加币对日币 加币对日币 曾经还做过一次加码单 然后它行情又跑跑跑又跑上来 也是比较让人讨厌的一个现象 加日我们尝试去猜测它的顶部 同时又做了一个下边的加码单 那目前在行情在整档当中 我个人觉得这个图形 对于加币对日币来说 单就技术面走势的时候 不是太低领 大型的上涨 形成这个上一周 整体上一周的行情形是这样的V型反转 涨上去的哪里来哪里去 涨上去的哪里来哪里去 现在如果再去交易的话 不排除我们没有单的这些投资人去 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它正好是我们两个单之间的一个位置 两单之间的位置 如果没有仓位的这些投资人 也可以在这些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些 加日的空单的投资 而这个图形因为加币的强势往下做加币 和每日的力量 就是日币给予的力量是往下的 加币本身往下的 给予的往下的力量 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强 或者你就直接做到每家的多单上 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已经有了每日的空单了 来思考一下 就是你做每家的这个多单 是空加币的对吗 是空加币的 那空加日的其实就是 多每家加上空每日的一个组合 对吗 对吗 就是这个组合 所以你在这个 你如果在仓位当中 已经有了每家的多单和每日的空单 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已经有了他的这个单 当然如果你去计算这个成本考量 或者说这个单纯考量 你就做直盘货币也可以 或者在交叉盘中去做一个加日的空单 也是可以 这是目前算是亏损比较多的一个单 他还做了两单 这是他 原油 美瑞 澳币对日币 澳币对日币的图形 整体来说行情走得不太 波动不太大 所以交易的机会显得没那么特别多 留一段时间给大家去提问题 金日导 民事解惑环节 留一段时间给大家提问题 现场没有也可以提 现场的问到说 牛美是不是应该好做 来看一下牛美 牛美这个图形 我们就拿今天所说的那个图形而言 他还 这个就是单就小时图上可以见 我觉得他还不太够税小 如果他在这边停一下 这根走完 然后就按照我们的交易图形 他上货之后去做 你就尝试的去 因为固定 如果这个行情固定有它的胜率的时候 你就更应该去按照它去执行这个 有朋友问到说 明天澳币 明天这个澳币议息决议 澳币会不会走出 行情还记不记得澳币有一种特别的规律 还记不记得澳币有一种特别的规律 你做任何单都没有问题 就0.01 摆上一单去去做一下 因为那他如果做这样 一你了结在他 你了结到他一期决议的钱 北京时间12点半 然后就时间下午2点半 了结在他之前 还有部分同学认为说 他会加息 那我不仅不平 我会等到他一期决议之后再聘 那那种的风险就是说 他没加息行情又返回来了 那种的利益是什么 如果一旦加息 将会是今年最大的 最大最大的获利行情 我反复说了 如果哪天澳币加息 你做的动作就是应该买入澳币 就应该过断买入澳币 你不管他涨多少点就先买 只要控制出这些 比如说做到 我觉得做这个单 可能做到五倍 是至少的一个杠杆 因为是长线 因为是个长线 大涨之后有可能有一个震荡 但是你至少要做到 这个倍速 它会走出非常强的支援行情 这是我对澳币的看法 有的人说 税型K线合并以后是个塔线 对不对 怎样可以听到 有的人问到 欧瑞的多单已经请来了 还有入场机会吗 因为消息面上说 瑞朗明确表示不加息了 来看一下欧瑞的行情 欧瑞也是个好货品 欧瑞也就好 这是欧瑞的图形 这是欧瑞的图形 走的是相当的强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上说 多欧元 多美瑞 组合起来就是多欧瑞 走得非常强的一个行情 欧瑞的多单已经起来了 还有进场机会吗 没有 没有 凡是这种走成这样的都没有 这是你对大阳线虽然后视看多 但是一旦走出大阳线 这个机会要等待他停顿 那我觉得停顿点在哪里 根据我们的这些图形上的交易系统来判断 比如说假设就拿我们今天说 我们也拿他做一个M模板 或者这样去交易 看看他的位置 假设我们在做的时候 看一下他的位置会是在哪里 显然这个图形 没有 就在这一段时间上 几乎没有一个有效的 没有一个有效的回调行情 没有一个有效回调 就单边走了 也就是说 你用这个图形 做不到 你用这个图形 做不到 欧瑞的这波行情 就是他和他不匹配 那你就把它做在美瑞上面也可以 美瑞上面也可以 我们期待说美瑞在今天 走出一个破坏行情 现在这个单还稍微有些亏损 美瑞的单 放置我觉得 这个空头的走势 仍然在 我们目前时仓的状况当中 有一手的放日的空单在时仓 空单跑了 目前放日的空单往下走了 有120点放日的空单 图形当中 我觉得 我经常在之前 应该给大家演示过 就是通过这个指标 然后画标准等距通道来去 画两周左右的 两周的行情 然后去推它这个走势 注意 这个图形 就这个通道 就这个图形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等距通道 而是标准偏差等距通道 它是有一个乖离度在上面 那这个乖离度呢 现在是2 现在是2 乖离度是2的 表示说这个行情 我可以把它再缩小一些 就是把它缩小一些 去跟它更加匹配行情 所谓的匹配行情 就是让这个行情的 这个高点和它的更加接近 所谓2 表示说这个行情 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回调行情 但是为什么我们也能做回调呢 因为这个回调是4小时期 比较回调 中将在某一时期 中央回调之后 这个行情会走到一个多的格子 但是目前行情在震荡下行 这种这类型的震荡下行 宽幅的震荡下行 我觉得它还会再往下 跑到下边的这个位置 那中间下边的位置 大约是在143左右的位置 还有大概一两百点可能的空间 所以在它接近中线 如果再往下走 走到类似于此的位置上 走到再快到前期低点这些位置 可能就是获利出场的了结点 那我们现在把原有的止损 显然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把它的移动到 我们损一两屏点上 或者说做一些获利的 做一些获利的保护动作 那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也可以设置它的指引位置 再走八十九十点止盈也可以 甚至你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方法 用在它上面也可以 就是跟随之损可以的 但它就不适合三十点的跟随之损 可能要到五十点的跟随之损 因为它跑得比较比较快 要不然你就盯盘去做这个 所以我觉得傍日这个行情还在 行情可能还会在向下 走什么八九十点 甚至走到四三 走一百二三十点 这傍日我觉得还是 那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在这个地方破位空不空 不破位空 就是宽幅盘整的这种格局 只做极限位置的空单 就是这个图形是宽幅盘整的 你就不要做到中间的破位单 什么才做破位单 就是趋势比较明朗的情况下 才做这种趋势比较明朗的情况下 才做破位单 那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趋势明朗 美瑞就是 美瑞就能做破位单 因为它底部区域 它就可以做破位单 一旦盘整就是大行情 它就能做 但是欧元 就是刚才说的放日的这个行情 由于它宽幅盘整 由于它是上涨回调 就是你在这个图形当中看 上涨回调 再上涨的格局 所以它不要做这个地方破位 你可以在底部去某个位置 承接它的多单 往上做 再走多单这个走势的时候 走出趋势行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这个破位 远程同学问他说 欧日的行情有变化吗 小飞论的 欧日的行情有变化吗 还是空头行情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欧元对日 欧日呢 也做了空 但是欧日的空的位置 实在是不好 欧日做的空单不太好 欧日呢 目前状况也是在一个盘整当中 这个盘整我觉得 你注意盘整的方向 你注意盘整的方向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向 就是单纯就内部而言 我们看到的行情是低点变高 高点变高 那这是什么行情 单纯的如果说看这个图形的话 是在上涨形态 可是你会发觉 它的这个盘整 盘整的这个幅度是多少呢 它的乖离度是1.8 记住啊 给大家记几个数 如果这个盘整度大于1.5的话 那它就 我就会把它认之为盘整行情 我就会把它认之为 这段是盘整的方向 但是如果说盘整的方向 往上的主趋势呢 很有可能是往下 有一种图形叫做歇形 这歇形是什么 大型上涨的行情 由原来的这种脱离行情 逐渐转变成一个盘整向上的行情 上涨 急上涨脱离行情 变成盘整上涨的话 这些行情往往会出现 这种反转的行情 所以我在这个图形上 即便现在有浮动亏损 我都不太会去动它 甚至我不排除说 我是不是再找到一些 极限的位置上 再去控它 就如果 如果有头证 没有入场的话 我就甚至不排除 在130以上的这些位置 在130以上 137或130以下的这个区间的时候 在高位 在这些位置上去补 或者说重新进一些 因为这条形 止损点其实就那么远 止损点就那么远 这个形态 就是你看上去像是高点越高 低点越高 但这个形态是个反转形态 斜行是反转形态 斜行不是中继形态 这是脚语道很有意思 这是好多人会做错的一个形态 慢慢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高点 如果我没有单的话 就是如果我没有单的话 我想我就会在130之上的某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去控它 limit the cell 止损的位置很近 止损的位置很近 大约三四十点的止损位置就出现了 或者有些同学说 我在上方看到一个反转形态在做空 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法 我建议大家 我不建议 因为也不允许这样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这样去 在这些位置上摆下你的空单 这个单是值得做的 是极限位置的单 而且这种极限位置单 与那种极度穿刺的极限位置单 还不一样 是它缓慢盘生 已经构筑出某种反转意味的极限位置单 去猜测这个位置上 欧日还是空家园的 大阴线里面的2B 对的 是的 是大阴线 你是说的 说的什么行情 状态你是说的什么行情 你说2B是个什么行情 2B是个点次行情 在一二三反转过程当中 走出一个在二位 走出一个 Breakout又反向拉回 破位又反向拉回 一种行情叫做2B 现在130之上 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挂一个空单 我再做个空单 瑞士法郎对日币的空单一起做了 现在趋势确认了吗 瑞士的单 瑞士的单我觉得趋势是确认的 我们也有瑞士的空单 我觉得瑞士的空单 那现在还是确认 我觉得瑞士是可以做空 瑞士的空单还在持有当中 只是不太多 只有0.5 问欧元能不能限价多 机会普通 就是这样子 欧元的直盘属于普通的交易机会了 就是今天行情走得比较淡 位置上还可以 再低一些的位置可能会 会 sorry 这是OL 我觉得一样 这个位置上 没有进入到我们那个交易的区域当中 它这个行情要拉回来 然后就往低走一些 然后才更合适这个图形的这个图形的这个档 这个档 或者是这个档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了 远程同学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有问题同学了 还在我们的群当中询问 今天有现场同学 现场同学还要安排一些照相 等等事情 我们今天就不再去延长这个讲解了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同学 谢谢大家来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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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